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資訊要公開 觀點要多元 觀點要多元 人權不分身 人權不分身 他寫了一句話 因為他不好意思,所以我們就幫他一起唸一下 我請媽媽一起幫他唸一下他想要說的 我想小孩也是有很多他的想法 如果我們把他當成是一個完整的人 那我們應該要去尊重他的想法 這兩年我們在校園裡面推動兒童權利公約 我們也讓孩子在活動 就是兒童權權書展跟兒童權利公約的投票 那我想大家可以順便了解一下說 我們在幾個學校裡面 大家其實孩子對於他心目中最重要的兒童權利公約 其實前三名是第一個就是遊戲權 他們缺乏遊戲權 那剛才那個詹老師也提到這個部分 就是他們的時間其實都被整個塞滿了 那第二個呢他們提到的是受保護權 因為雖然我們是一個禁止體罰的 我們已經禁止體罰 但是其實他們在學校或者在家裡 還是受到大人一些不同形式的處罰這樣 那所以孩子其實他們還是覺得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權利還是需要被聽到被重視 那在這個部分 那第三個呢是表意權 就是孩子希望真的希望他們的聲音 其實他們是校園的多數 可是卻是聲音的少數 所以他們很希望他們從班級班級班規的制定 或者各種關於跟他們的生活 或他們的學習相關的所有的發展的權利 他們都應該有權利來參與 那所以這是我們的觀察 謝謝 其實從家庭或者是從父母的觀點 我們不僅僅是希望兒童權利公約的事情 把在台灣能夠真正的被落實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我們更希望這個兒童權利公約 因為它是根據聯合國的人權憲章而來 那聯合國的人權憲章裡面 有三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一個是反脅迫 一個是反歧視 一個是反剖削 那當我們帶著孩子 旅行的兒童權利公約 保障我們的權利到街頭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的是這個政黨的民意代表 或者甚至於所謂號稱福利團體的 這個兒童福利團體 可以對於這個權利進行一種打壓跟限縮 那我們覺得這個其實是現在目前 台灣整體社會一個非常吊詭的現象 就是我們似乎沒有辦法 把從兒童的福利的這樣的觀念 提升到兒童人權的觀念 我們實際在做法上 我們也沒有辦法從保護的觀念 提升到尊重的觀念 那我想兒童權利公約這次的施行 很重要的其實是它背後的精神 有沒有辦法被弱勢 當然我們無意跟民意代表打口水戰 所以我們非常期望 不管是民意代表或者是政府官員 在面對兒童權利公約的時候 在面對兒童權利公約實行法 即將開始實施的時候 希望他們不要再用口號來治國 讓我們看到他們可以在預算 在人力上面能夠徹底的落實 這個兒童權利公約的實行法 然後把兒童保護的觀念提升到對兒童的尊重 然後對這個所有兒童的權利的部分 能夠做一次更細緻的 在各個不同的領域裡面做一次完整的檢視 然後不要再讓我們的家庭的父母 看到繼續看到政府做一套做一套 謝謝大家 我是李國瑜 我今年剛生大學一年級 我剛滿18歲沒幾個月 在我身為新少年的這個 我們都知道兒童權利公約 其實第一條就寫清楚了 兒童代表是18 18歲以下的人都成為兒童 也就是說包括台灣從小學、國中、高中等級 都算兒童權利公約的一個保障範圍 我們都應該都受到一些權利的保障 人類其實我們很常注意到就是台灣 我們常常會被呼籲叫就是 我們也需要有參與的權利 從我們都 我們都 現在那一根部已經在各縣市設立了 各縣市我們社會局設立了 兒童 兒童 兒童代表團 兒童的一些相關的機構 可以讓新少年齡都發生 可是我們 我自己 可是他們相同不能跟我常常聽見說 兒童代表聲 並沒有完全沒發生 而且相關教學是非常不齊全的 我們都 青少年 我們青少年的資料其實很容易被 成年人的資料所掩蓋過去 我們常常看到新 政府網站上會有個兒童版是兒少版 照理來說應該是要 應該是讓青少年的兒童 青少年可以很輕鬆的理解到 有關他們的相關權益 然後我們點進去這些相關網頁 我們只會看到一些很可愛的Flyce動畫 然後用朱英文跟你介紹 部長叫做什麼 部長喜歡是什麼東西 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常常 完全看不見真正蛇照需要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台灣的鮮況 是一個需要被感激的鮮況 然後我們現在 然後我們現在 而算全力都可以即將通 即將施行 我們這些東西是應該要被感激 我認為很重要的一點 是